好 有一个作家 叫做莫里斯 今天不写稿 之前写的稿被推荐了 那你需要再找到下一个 否设的对象 所以照我学会观察 应该说 我想让你体验 你愿意当我第三个 所有参考对象吗 虽然我没有正式谈过恋爱 不过那些框面在我脑袋里面 已经想过百千万次 这么厉害 等下次静音需要 我再教你 老实说 我是假切同事对象 跟某上那一个人 假期真正做 如果一个不自觉 记得对方的喜好 代表那个人很喜欢他 今天晚上 你这样很容易被欺负 对我 你想干嘛就干嘛 你教我观察恋爱 带我体验恋爱 那现在的我们 是什么关系呢